- 入獄,入獄,入獄! - 入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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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獄! 我現在我現在我我先,你不要搶我的話我先 歡迎大家收看今天12月9號星期四的NBA救我勝 嗨囉,我是救我勝的愛璐 我是白天不乖,晚上乖的乖乖虎王柏林 那我們拿出我參加聯考的筆記本 你知道嗎 蘇友鵬乖乖虎考林考考上台大 我是考上政大 所以我們是學院派 我們講叫數據的分析 有一說一有二說二 我們絕對不會看贏說贏看書說書 像耍耍小帥虎那樣 沒關係 他也是有寫筆記 只是可能沒有女朋友 他寫的筆記可能跟這個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的 那聊得太開心了 忘記了開場 NBA看TSMA 讓我請你喝一杯 這個動作不太好看對不起 沒關係 觀眾會喜歡好不好 我我每次來我都要想一個順口的 我都要想一個人讓我來就失信大發 每次來我都要想一個新的梗 好我們 我們今天首先第一個單元 Sugar Data Sugar Data 今天的Sugar Daddy 坐在這個地方 昨天我們的Sugar Daddy 韋庭哥呢 說籃網隊隊上火箭隊 那籃網隊他覺得 這個最近啊 這個近五場比賽 籃網隊 五場比賽 客場都大分 而且呢最近 火箭隊六場比賽有五場大分 結果這場比賽呢 柯柯就是小分 呃 所以韋庭哥昨天說要孤獨老人 然後預測呢 三場只有過一場比賽 那這場就是沒過的 最後呢 籃網隊是104比114輸給了火箭隊 火箭隊的這個大鬍子 James Harden Harden你認識嗎 那你喜歡男生有鬍子嗎 喜歡 你喜歡啊 他有嗎 他有嗎 他有 好沒關係 大鬍子的這場比賽呢 拿下了25分11籃板 8次的助攻 那主要的原因是 這樣比賽啊 這個KD啊 Kevin Duran Kevin Duran KD一不打的時候呢 這個球隊就輸球了 那KD一不打呢 跟我們這個艾露一不打不一樣 艾露一不打是 情家一不打 情家一不打 懂不懂漢文 不懂 一不打就是可愛的意思啊 一不打 對 情家一不打 對 傻傻的 好那KD呢 跟Marcus Eldridge兩個人 加起來一場比賽 平均可以得到42.3分 所以你看 兩個人不打 然後呢 韋庭哥居然還敢下大分 結果這樣比他就是小分 因為加起來兩隊 只有拿到218分 是遠低於啊 這個上分盤 就是大小盤的225分 差的蠻多的 嗯 那這種比賽呢 Harden呢 他又回到他的老公家 回到了這個火箭隊 那回到了火箭隊之後呢 他過去的老公家 全場就一直虛他 現場你們招 怎麼樣招待客廠的球員 怎麼虛他的 來虛一下 喔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沒有那麼溫柔 沒有那麼溫柔 沒有那麼溫柔 據說呢這個 Harden是一拿到球的時候呢 現場觀眾就是 嘟~~~ 要這樣子 對 就一直虛他就對了 因為他是叛徒 TREATER 可是呢 其實哈爾登也蠻可憐的 因為哈爾登呢 其實在離開了火箭隊之後 到了籃王隊啊 其實有點衰途復復 就鬍子越長越長 除了鬍子越長越長之外呢 那其他都 就都過得不太好 包含他的得分 包含他的三分命中率 其實都下降到 新人年以來的最低狀況 就是有點走下坡的感覺了 所以蠻可奇的 那這場比賽呢 除了哈爾登之外呢 還有Petty Mills得到12分 先發球員五個裡面呢 只有兩個人得分上雙 所以就很難以求了 那另外呢 其實比較好的表現是火箭隊這邊 火箭隊呢其實 我問你喔 如果一支球隊連輸15場比賽 你覺得他是不是爛隊 欸對啦 狀況不好 狀況不好 可是這球隊很奇怪 連贏了15場比賽之後呢 又連贏了7場回來 哇 所以他成為NBA史上第一支球隊 在同一個賽季 而且是馬上接著喔 是連輸了15場比賽之後 接著馬上又贏了7場回來 是 所以這蠻厲害的 對現在狀況慢慢越來越好 沒錯 那而且呢 他在這七連勝當中啊 其實他要擊敗對方 就是東區分區第一名跟第二名的球隊 那分別擊敗了公牛 分別擊敗了籃瓦 其實都是東區排名一二的 所以是貨真價實 那這樣比賽呢 在火箭隊這邊表現比較好的啊 其實就是Eric Gordon 這個過去的老將 拿下了21分 另外呢Christian Wood 拿下了雙十的演出 12分15籃板 那另外呢Garrison Matthews 哇這個新秀 拿下了19分 而且呢他在今年啊 他打先發的烏昌比賽 烏昌比賽火箭隊全部都贏球 而且他的命中率非常高 48%的命中率 哇 你知道其實籃球 每投兩球 經球是很高的命中率 知道很強 而且也因為他的命中率很高 所以火箭隊這樣的比賽呢 他的團隊的命中率是49% 那籃瓦隊呢是39% 差了10個百分點 跟打擊率兩成跟三成就差很多了 兩成就被冰到板凳了 三成就打三四棒 大概是這樣的感覺 所以這是我們第一場 為您帶來的Sugar Data 歡迎來到E-NBA 第一場是我們的 胡人隊76人 爵士隊76人 胡人隊76人 對不起 第一場是我們的爵士隊76人 上一次好你來跟小衰虎搭配嗎 剛才你的狀況不是很好 好沒關係 都差一點 但是你知道為什麼嗎 這跟搭檔有關係 真的嗎 你跟他太靠近的話 你就會被他影響 那你現在你知道 跟勝率最高的人在一起 雖然說 我在提升我的勝率 雖然說我的樣本比較小 我只有10場比賽 7勝3敗 樣本比較小 但是70%的勝率 所以在今天的三場比賽 其實我壓力很大 你知道 好猛喔 因為我一定要保持三戰全勝 三過三 我才可以持續回事在第一名 如果三過二 66.7%的話 我就會下修 我就會被霹靂虎 被我們的奎哥超越 追過就對了 對對對 但沒關係 因為我相信 但我相信愛的力 我可以增生一切 加油 還是沒接到 還是沒接到 沒關係 好第一場比賽 爵士對76人 是 艾露你覺得呢 我覺得 爵士 爵士嗎 有道理啦 因為爵士其實最近五連勝 因為最近 確實 爵士就 爵士 爵士 確實 爵士最近狀況蠻好的 而且在課場 這個劍神殺神劍博殺 確實狀況很好 可是呢 因為這樣比賽 兩隊的實力其實都很接近 而且76人跟爵士 其實兩隊他們有個特色是 防守都不錯 防守很好 而且呢76人 在今年有個特色 是他是全聯盟 進攻節奏最緩慢的球隊 就是說慢慢打 不會打快 慢慢打 那所以呢 這樣比賽 兩隊實力很接近 所以呢 我預測會 我們預測會是烏烏波的比賽 因為這個盤開出來是爵士讓2.5分 那所以表示呢 兩隊就是在一球之間分出勝負 那這樣的比賽其實會有個特色 是這種比賽的話 通常我覺得是小分的機會比較大 因為兩隊的實力很接近 然後彼此防守就會比較加壓 而且還有一個重點是 兩隊的中鋒 狗貝爾跟Ambit 兩人都回到正中了 那兩人互相cancel 會互相對位 互相傷害 是 所以呢 我覺得他們兩個人 這兩隊的分數 可能不會打得太高 所以這場比賽呢 艾璐推薦的是爵士隊過盤 那我推薦的是 我認為小分 勇敢的買進 第二場 虎人隊 威熊 虎人隊 威熊 你選派手 你選虎人嗎 是嗎 虎人 好 艾璐選虎人 我們就選虎人 好 因為呢 這個原因很簡單 因為前一次你記不記得 這個那個 我們的小帥虎 楊正磊他說 他每次下虎人就反指標 對 那之前是他 他如果下虎人 虎人就會輸 我們下虎人 虎人就會贏 是 這是一個完全反指標的概念 好 艾璐選虎人 我們就選虎人 好 虎人這場比賽呢 要讓2.5分 好 雖然是打客場 可是呢 有一個特色是 最近啊 LeBron James的 這個狀況很好 LeBron認識了吧 認識 認識了 就算沒認識 也穿過他的鞋子了 對 那他最近五場的狀況是平均31分 6.4個籃板 還有7.4個助攻哦 已經37歲了 但狀況維持得很好 跟林志正一樣 要挑戰 要挑戰300 真的 好 那 West Blue呢 那這個賽季啊 就來到虎人隊之後 他每一個月 每一個月打得越來越好 他們磨合起來了 那最近呢 這幾場比賽 West Blue的命中率 從10月份 三分線外 10月份 West Blue的命中率 就15% 到了11月份呢 33% 到了12月呢 算是打兩場比賽 但是50% 所以表示呢 他們的磨合已經進不到狀況 所以我們會認為 虎人的機會大一點 那雖然灰熊最近狀況不錯 而且灰球最近也在連勝 可是呢 灰熊他們第一個是主場比賽 第二個是 他們的主角 Jack Moran 他們主要正宗最好的控球後衛 是 最近受傷 沒辦法上場 哦 然後只能靠外圍的那些射手 來掩護 是 所以 那切不進去 外圍的射手就沒有好的機會 所以我們認為 以比較老經驗的 虎人隊打克強比賽 2.5分 應該可以過 第三場 金塊和馬刺 金塊和馬刺 兩隊其實狀況都差不多 是 最近狀況都起起伏伏 而且呢 這樣比賽啊 其實也 讓盤非常的接近 馬刺讓1.5分 1.5分 今天給我們的考驗 其實大概都是一球兩球 都2.5 3.5 1.5這樣 非常的接近 所以呢 今天是完全考驗功力 而且考驗呢 我們兩個預測的能力 那你認為是金塊的機會 大家給我自己的答案 我認為是金塊 認為是金塊啊 為什麼 為什麼 就是稍微做了一點功課 然後 對啊 好一樣 金塊說金塊 艾露說金塊 我們就選金塊 我是金 不是 我是艾露 艾露艾露 不是金塊 艾露艾露 艾露選金塊 我們就選金塊 好不好 沒有問題 這個 所以球迷朋友 不要再說什麼 跟著 反著艾露買 別墅靠大海 支持就是蝦挺 就算他講的 不一定是對的 我們還是買就對了 因為你怎麼知道 就是反指標有一天 辯證指標 真的 對不對 主要是看搭檔的問題 今天跟我們搭檔 我們就會辯證指標 好 我也選金塊 是 好 那選金塊的原因呢 那當然是因為 這個艾露選的金塊 那第二個原因呢 是 他們前一次兩隊有交手過 那樣比賽呢 金塊隊是102比96 擊敗的馬次 兩隊交手過一次了 那雖然說是主場 客場 這個不太一樣 可是呢 今年馬次隊在主場 其實打的並不好 所以其實主場在今年馬次沒有優勢 而且呢 我後來查了一個很特別的數據 是 馬次在今年呢 他面對西區 就是同樣是西區的球隊的時候 其實基本上都是輸球 只贏了三場比賽 但輸了11場比賽 尤其是今年馬次 因為在西區 在勝率50%以上的球隊 就贏了一場 那金塊剛好 他是西區 勝率50%以上 所以照理 按這個狀況的發展的話 看起來金塊的機會大一點 所以相信萊魯 相信萊魯 相信乖乖 小乖 乖乎 小乖乎 相信乖乎 相信萊魯 買進金塊就對了 歡迎來到賽後時間 威力哥想請教你 第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的唐七七呢 其實他有興趣跟西門一起打出 你覺得這兩個人是嗎 這兩個人喔 這 Siemens現在已經傳出很多 對要交易他了 好像跟 脫荒絕對的 McCullen 還有Damon Leder 也說希望他能夠來一起加入 那現在呢 當去期也希望有人可以來加入 Siemens當然是有可能 這兩個球隊都蠻適合的 可是要比較誰跟適合 像女生選擇伴侶的時候 你要選擇年收入120萬 但是長得比較帥 還是要選擇年收入200萬 但是是個矮胖宅男 這很難選擇你知道嗎 因為這各有各的好 所以你就要看說 誰跟誰比較適合 但是你先看 Siemens的球風 他其實不太會投射 他已經不太會投籃了 就是被人家嘴到三分線都不敢出手啊 所以呢 如果說Siemens還去小牛隊的話 就是獨行俠的話 跟Donchich聯手 這會有個狀況 因為Donchich他需要大量的球權 因為愛並 但是你要知道愛並不是完全的占有 是 愛必須是要適當的分享 愛是要出將的體諒 所以呢 如果他去 去這個脫荒者隊的話 Siemens要脫荒者隊 跟Leller跟C.J. McCullen 因為這兩個人 他就是很喜歡投籃 是 他已經不喜歡把球分給別人 那Siemens他做的就是防守 嗯 抓籃板跟側硬 組織穿球 這更好是他適合做的工作 他如果去 獨行俠的話呢 跟Donchich聯手 Donchich因為本人的球 他就喜歡拿在手上 他不喜歡分給贏家 所以 如果去那邊的話 會有球權的問題 可能反而是Siemens到了獨行俠 可能跟他發揮他目前的功能 可能去脫荒者隊 相對來講是比較適合的 柏林哥 等我一下 我還有最後一個問題要問你 嗯 今年啊 騎士他們就是顛覆了小球的風潮 他們比較高大嘛 那你覺得他們這一套 可以持續多久 高大的這種是不是 對啊 那你喜歡高大的男生嗎 我喜歡 對嗎 那就會持續啊 真的嗎 是啊 但是高大 感覺比較高大就會可能 因為如果其他人都是 你知道 比較快啊 敏捷的話 感覺他們可能會 比較 感覺比較笨重 哦 所以你覺得 他們會持續就對了 會持續會持續會持續 對因為有時候快不一定好 哈哈哈哈 也是啦 也是 終於成功了 也是 其實是這樣子 因為呢 騎士隊他這個陣容雖然高大 但是他有他有高大的部分 他也有比較 他有個子比較小的部分 他是 他們是要嘛高的很高 矮的很矮 對 那有些球隊 他比如說像 像勇士隊啊 或是像現在 目前打小球 陣容比較多的球隊 他們的身高是蠻平均的 就是他們沒有特別高 也沒有特別矮 可是 騎士這個陣容很有趣 他是他高的非常高 矮的非常矮 所以他一樣有快的 他也有高的 他的陣容就是走兩個極端 那 目前看起來實驗是很成功 因為他們高大的球員 本身其實又很敏捷 又有速度 然後又能夠在籃底下做很好的防守 然後外圍的防守呢 又有些比較矮的 各自的球員可以協防 所以目前看起來 這個實驗是很成功的 而且呢 還有一個重點是 他們現在年輕的後衛 Darius Garland Garland 他才大概183 184公分而已 可是呢 其實他在今年是第三年的NBA 可是他已經打得越來越好了 所以看起來呢 其實即便是他們外圍 內線有高大的陣容 可是外線的火力呢 其實也不比其他的球隊籃的差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蠻有機會的 好 那以上就是我們今天 週四的NBA就賀勝 那在明天呢 就是我們的最惠虎 韋婷哥啦 韋婷哥前一天還說 為什麼都沒有安排妹子給他 他說他是孤獨老人 在那邊孤獨的喝老文茶 沒關係 韋婷哥 明天呢 我們妹子就先帶走了 好 明天我們再見囉 拜拜 拜拜 好 贏 好 美